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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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ggie 這段影片會記錄我們這半年內 準備婚禮的小點滴 以及Big Day前一個星期我在忙什麼 結婚前準備的功夫真的很多 如果你們都來準備結婚的話 希望這段影片會給大家 有一點點幫助 第一件事就是擇日 決定哪幾日是好日之後 第二件事就是看場 要有深水的場地又要有好日子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們就是放下午的 而娃仔Grand Hyatt Pool House 是我最心意的酒店 因為半outdoor的設計 室內的賓客有冷氣可以享受 又不怕outdoor正婚的時候下雨 也可以享受在陽光底下拍照 還有不錯的泳池景和樹木景 我們就在2023年1月的時候看場 他們星期六日的期剩下7月 所以我們只有半年時間去籌備婚禮 這個場就比較小 只可以擺八圍 而且這個場也挺搶手的 一些大好的日子和年味都很滿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做這部 客人的洗手間就在這裡 新娘房就是在裡面 而新娘子也有自己的洗手間 不過新娘房就會比較小 因為他們後期才加建 我覺得留在新娘房的時間不太長 所以我也不太介意它小 另外我們也拍了兩輯的Pirantic 一輯就在香港的Studio 找朋友幫忙拍 就可以和蛋蛋一起拍 另一輯就去了韓國拍 詳情就可以看這兩條片 然後就去了選婚紗 試了兩三間之後很快就決定這一間 因為很喜歡他們的風格和款式 第一次去可以試三條 第二次去因為落了頂 就可以再試五條 之後再去就在NOFIT和LINK群 了 nineteen 第二次去離看 字幕仔 這張好 這張很精鋒 線路 tightly 這張рет 是比較忌 وأ 才是濃ente的 眼鏡 有什麼蔔 照 쿠 的話 摸摸 這條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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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很閃 很閃 背著 前面有多厚 解開它就行了 這條很漂亮 這條很閃 一定可以 這條是你上次試的一條嗎 類似的款式 我幫你轉 我們剛剛選擇還是 剛剛選擇 不是上次那條 轉身好 這條很漂亮 我都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這個很漂亮 前面都是普通的 前面的接位很奇怪 我覺得這條很漂亮 但下面是漂亮的 我很喜歡透腳 透腳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這條很漂亮 問一下它有沒有類似這樣的蝦味 上面可能是實色一點 但下面這條很漂亮 或者拖尾也好 很難決定 為什麼經常戶外還是戶外 戶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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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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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蝴蝶結在後面 對呀 這條化妝幫你擋後面有點抖 你背部也OK嗎 我覺得前面也很漂亮 這條化妝也好像很便宜 而且這個輕不輕身嗎 很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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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穿這條化妝比較舒服 轉圈 穿裙套 我覺得結婚的話 一輩子要穿一次 婚紗結完婚 可能之後有機會再穿 但裙套只可以當日穿 這間是我朋友介紹的 雖然位置有少許格勢 但價錢非常划算 而且質素也挺高 我會放回店鋪的資料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詳問一下 我和Danny兩個都有租借 還有我其他準備結婚的朋友 都是租這間 一些裝美的事項 一定要逼前幾天才可以做 例如染髮 做指甲 還有做臉 而租三個獨 通常都只可以租三天 第一天去拿 第二天用 第三天就要去還 所以很多東西都逼在前一個星期要做 還有要準備當日的物資 再檢查溫單 還有我自己做成長片段 還有訂花球都有些錢 因為一開始 其實我沒有想過成長片段 但後來又改變主要要做 至於花球我原本是想租的 但一直都找不到心水 最後決定了要訂 而拿貨那天都真的很最後一刻 這些都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太好的地方 搞到我會有點紋 我就訂了一個橙黃色 拖眉款的花球 老實說 其實我不是太滿意 拖眉那個位置實在太實 不夠飄逸 還有整個球體比我想像中小 不過店主也很好 即場幫我改了一點點 另外也訂了一些姐妹的花球 現在一代二代拿回家了 Big Day前兩晚 我還自己在做貓貓曲奇的回禮禮物 因為感覺就好像帶了蛋蛋去參加我們的婚禮 不過製曲奇的時間 比我想像中長 都真的搞了自己 幸好我的朋友前一天幫我手包曲奇 真的超多謝他們 這間店很好 可以給我提早兩天去拿 店主還教我怎樣穿裙靠警察 之後呢 之後呢 把裙子幫我包好裙靠 本來行李箱的靠就已經準備好了 好 婚紗店說送一件免費租借的頭飾 看看實物 因為覺得耳環、髮夾、頭褲等等 其實日常都可以戴 最後呢 我就選了一個皇冠 皇冠就應該平時就戴不到了 所以我就想Big Day那天戴 婚禮前一天呢 我們終於有時間一起去美白牙齒 這一次呢 也是我們第一次美白牙齒 用藍光的技術 將牙齒慢慢變白 過程大約半個小時 整間店都很乾淨和舒服 對我來說呢 第一次的體驗是OK的 不過Danny就說覺得普通 他說那張椅子讓她坐得不太舒服 因為那張呢 類似女生做眼睫毛 躺下的那張美容椅子 可能比較細張 不太適合男生的身形和高度 至於美白效果的方面 好像有一點點吧 兩人同行的價錢呢 是1490元 其實我看到有其他這麼便宜的選擇 都是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最後希望這條片呢 會幫到少少手 給將會結婚的新人 每個人呢 對夢想的婚禮 預算執著的位置呢 都會有不同 這條片給大家參考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呢 最重要呢 不要給自己和另一半太大的壓力 後來希望來到的親民會有開心就好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次的分享 有問題歡迎留言問我 或者IG inbox我 喜歡這條片的話 你記得LIKE 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下條片再見 拜拜